娱乐圈的感情一向很复杂 而且并不是每对情侣在分手后都能成为朋友 很多明星在分手后对撕得特别厉害 而邓伦和金晨也是位列其中 关于两人感情纠葛的事情 大家可能也是知道一点 于正曾经还发文梳理了一下两人的感情历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来一探究竟吧 邓伦应该就不必过多的介绍了 她是90后新生代男演员 在近几年来也是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 尤其是和杨子合作了电视剧《香蜜沉沉浸如霜》后 邓伦的人气更是嗖嗖地往上升 收获了很多忠实粉丝 而在她爆红以后也曾和一些女灵星传过绯闻 不过她本人却一直都是单身状态 也就是一些网友在自己组荧幕CP罢了 所以很多网友也会很喜欢她的 后来邓伦突然因为其他事情上一波热搜 而热搜的内容居然是邓伦和金晨要复合 起因是金晨在七夕的时候 发了一张和男朋友牵手的图 但是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手链上很明显地刻了一个字母帝 一时间邓伦和金晨要复合的消息 就传得沸沸扬扬的 而且之前邓伦在上节目时 还曾把马思晨的名字念错 当时其他嘉宾还起哄问她沉沉是谁 这就让不少网友觉得可能真的有可能会复合 但是邓伦的经纪公司却是直接回应这辈子都不可能 后来有一些网友也是发现 金晨的牵手对象只是一个模型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乌龙 而从经纪公司的回应语气来看 金晨和邓伦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邓伦之前和金晨是有过一段恋情的 不过两人最开始都没有公开恋情 后来在邓伦去探班金晨时被狗仔拍到 当时的金晨异常开心蹦蹦跳跳地奔向邓伦 然后大家就知道了两人的关系 不过两人还是没有公开恋情 除此之外狗仔还拍到了邓伦一些土坛等不文明行为 所以邓伦在之后也是被很多网友指责 而他们两人依旧是牵手散布十分甜蜜 网友们也是直接默认两人的关系了 后来过了不久邓伦突然发了一条微博 内容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和金晨分手了 但是在两人分手后两边的粉丝居然撕起来了 很多网友认为邓伦火了就开始抛弃女友 是一个妥妥的渣男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金晨是在利用邓伦增加名气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当时金晨因无心法师一炮而火 灵气自然要比邓伦大很多 但是也有人表示之前金晨和邓伦被拍的时候 恰恰是金晨想要和唐人解约之时 怀疑金晨就是靠恋情吸引眼球 还有网友表示金晨和邓伦在一起后 想跳槽到邓伦的公司里 但是并没有成功所以两人就闹掰了 感情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但是其实之前金晨很想和邓伦公开恋情 邓伦却认为会对事业造成影响 还说什么不要把爱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但是这种事对于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金晨来说 影响应该会更大吧 后来金晨更是直接在微博上挂出了邓伦的水军 当时这些水军跑错了片场直接在金晨的微博底下留言评论 后来虽然赶紧删除了这些评论 但还是留有很多痕迹 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邓伦的形象和口碑就开始有所下降了 而金晨后来在节目中也是表示自己未来不会再谈姐弟恋 并且坦言称自己属于直爽的类型 对待事情都是比较着急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和自己相互补的一个人 之后于正也发了一篇内涵的长文 用字母代替人物把邓伦和金晨之间的纠葛展现的淋漓尽致 里边甚至涉及到了李沁 因为经纪人不喜欢金晨导致 李沁的角色被李一同取代 真的是一篇狗血文章 后来金晨居然还给这条微博点了赞 这让不少网友更是议论纷纷 因为这已经不是金晨第一次点赞内涵邓伦的推文了 不过后来在看到网友们的评论后 金晨第一时间取消了点赞 有网友表示于正这是要为自己的剧再增加一些热度 而金晨也不过是手滑罢了 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里边的字母代表什么 但是金晨在七星那天发的照片的确让人很容易误会 因为在金晨和邓伦分手后 谈过的每段感情都有炒作的嫌疑 而且邓伦在参加了一些综艺后慢慢洗白 现在更是发展的大红大紫 金晨却一直都没有什么代表作 之后虽然拍了很多剧 但也是一直不温不火的 很多网友就认为他这就是再增热度 不过事实的真相我们也是无法考证的 其实明星谈恋爱风险还是很大 尤其是一方有出名一方没有出名的 经营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久而久之容易渐行渐远 而邓伦和金晨两人虽然分手了 但是毕竟都是带给彼此美好回忆的人 尽管之前有些不愉快 现在也不应该再去互相指责了 两家粉丝也是应该看开一点 不要看见什么都扯到两人身上 这样彼此各自安好吧 好 中文字幕——YK